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 业务主管们很常遇到的状况 但其实不只是业务主管 只要你底下有带业务的 就算只有一个 也还是很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 这个问题是由Kelly在Linead提出来的 带领业务工作态度不积极 遇到问题也不肯讲 对公司的规定有很多抱怨 喜欢批评主管而且服从度很低 但业务部门上有经理 考虑到业绩的因素 所以不愿主动解雇掉这个业务 因为现在还要从头开始培养 无法立即有业绩 所以要如何带领业务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并能接纳主管的建议呢 好 这是很常见的问题 只要你有带过人就会知道 公司多数的问题很少跟钱有关 通常都是人的问题 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 所以公司会觉得问题都在员工身上 但员工却认为这些问题 都是公司自己搞出来的 主管觉得下属不够上进 但下属却觉得 根本就是这个主管不懂得带人 所以主管的沟通能力就很重要 因为团队领导这项技能 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沟通之上的 再聪明再有能力的领导者 只要不懂沟通 团队一样是带不起来 就算每天加班把自己累死 也没有人会领情的 所以主管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是业务主管 不管你底下有几个人 因为这个事业上有两件事情最难 一是让别人愿意接受你的想法 二是让别人愿意掏钱出来给你 而这两件事情 碰巧就是业务主管 每天工作的全部 但更棘手的问题却是因为业绩不错 所以被拉拔起来当主管的业务员 从来没有接受过领导跟管理的培训 业务销售跟领导与管理 是三个结案不同的主题 就跟英文化学跟地理一样 英文讲得不错就代表能当化学老师吗 就代表明天可以当个称职的系主任吗 答案是未必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把业绩不错的业务员 拉起来当主管之后 不但业绩做不出来过一阵子可能连他自己都腰折掉了 因为缺乏管理知识所带来的挫折与无力感 真的是很辛苦 团队的业绩不好也永远都是主管的责任 而且根据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发现 一般上班族在职场工作的时候 最困扰的沟通对象 就是他们的直属主管 比例高达32% 这代表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认为 他们的直属主管是全公司最难沟通的人 如果你也遇过很难沟通的主管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来看看比例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高 另外这项调查的受访者也表示 最不喜欢的主管特质 以喜怒无常跟过于情绪化最多 再来就是凡是只出一张嘴 跟不倾听员工的意见 而受访者最喜欢的主管特质前三名 分别是 友善容易亲近 尊重员工意见 与员工能力不足时 会认真指导这三项特质 所以不管是被喜欢或是被讨厌的主管 都跟他的沟通能力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身为一个业务主管 除了能带领团队达成业绩目标之外 有三个沟通技巧很重要 第一是沟通的过程不能带有情绪 第二是要注重双向沟通 第三是沟通的内容 要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步骤 首先第一个是沟通的过程 不能带有负面情绪 也不该出现刻意贬低或折怪的语气 因为人都很容易受到刺激 也很容易讲没两句就听不下去了 不管对方有没有表现出来 带有负面情绪的沟通 通常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假设我是你的主管 我发现你的报告单数字算错 我只是要你改就好了 所以我说 这边的数字有些问题 请调整一下再检查一次 然后放在我桌上就行了 谢谢 就这样子 问题就解决了 但如果我说 你是白痴吗 连这么简单的数字都算错 高中到底有没有毕业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还把你擦屁股擦多久啊 给我拿回去重写 而是再错一次 你明天就不用来啦 可恶 居然大大大的面骂我是白痴 我是你你多少钱啊 要不是因为缺钱 你没找就不干了 怎么走着敲 我就不信找不到你 不是对不起啊主管大人 我马上改 我知道你在想说 Mike 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真的不能干搞员工吗 听说郭台铭跟贾博士 骂主管都跟骂狗一样 公司还不是做那么大 呵呵 你不是郭台铭 也不是贾博士 所以在你拥有郭台铭的财力 跟贾博士的魅力之前 理性的跟业务员沟通 对大家都有好处 再来业务主管的第二个沟通技巧 就是要注重双向沟通 我简单来说 就是让对方有表达真实想法的意愿跟机会 这代表你要问对问题 也要懂得倾听 这跟与顾客的沟通技巧很像 你需要知道对方真实的想法 才会有成交他的机会 所以你要先问对问题 最近的业绩起起伏伏了 发生了什么事 有找出客户的真实疑虑吗 是因为客户不确定产品是否能解决他的问题吗 是因为客户不确定产品的相关条件 是否符合他的需求吗 是对价格的疑虑吗 他有问到竞争对手给出更低的价格 而且条件更好的offer吗 我们表现得够专业吗 有回答客户的每一个问题吗 客户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吗 有看出任何的成交讯号吗 他有要求我们降价吗 有抱怨他目前的供应商吗 客户从头到尾有提到时间的问题吗 你最近看起来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 跟女朋友还好吗 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财务状况如何 跟同事的相处有没有问题 如果我可以帮你安排培训课程的话 你希望是什么主题呢 销售 简报 成交还是提问的技巧呢 所以要让业务员愿意接纳主管的建议之前 主管得先把专业拿出来 包含产品知识的专业 销售技巧的专业 沟通能力的专业 以及最重要的 就是能解决问题的专业 而且能展现专业的方法 就是要能针对一个问题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同时也是第三个主管必备的能力 也就是要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步骤 只会出一张嘴的主管 之所以如此讨人厌 就是因为他们只会用喊的 就像一个不懂的战术跟策略的球队教练一样 只会喊着要你去得分 却又不讲要怎么做 要怎么跑位 球要怎么传 谁负责出手 谁负责卡位 连战术都讲不清楚的业务主管 是要怎么带领团队做出业绩呢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说明白 要如何成交也顺利签运的步骤 更要讲清楚 除非一个业务主管可以带领团队 达成业绩目标让大家都有不错的收入 否则它是很难获得多数人的支持的 就算当个好好先生就讨好每一个人 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主管的观点聊完之后 接着我们要来看业务员了 爱抱怨爱批评服从度很低 主管讲的都不听 基本上都只是症状而已 真正的问题其实就只是 无法成交而已 因为案子都谈不下来 可不得说要再考虑一下 要问老板的意见 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然后最后都没有下文了 业务员唯一真正的问题 就只是无法成交而已 想象一下如果你的业绩很好 成交率超高 客户都对你很满意 还介绍他们的朋友给你 而且公司的奖金制度也很合理的话 你会有什么抱怨吗 你还会想抱怨公司跟批评主管吗 你有找任何人吵架的动机或需求吗 对吧 成交率跟客户满意度只要提高了 90%的问题就自己消失了 连理都不用理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购买成交的技术 线上课程的话 这个周末再花几个小时复习一下 下周又是充满动力的继续成交下去 如果想要开发更多业务的话 业务开发SOP线上课程的第五篇 也上线了喔 这周我会教你如何列名单 把那些最容易被你成交的人 一个一个都列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把订单签下来 另外如果你想要把产品卖给更多企业客户 或是你本身就是B2B业务的话 销售简报数线上课程 可以帮助你提高提案的成交率至少三成以上 而且疫情这几周已经开始缓和下来了喔 大家都要开始跑业务跟谈案子了 这三道课程现在都还有优惠 赶快来升级你的身材工具提高你的赚钱能力吧 所以你也跟Kelly一样 觉得待人很累心更累吗 或是觉得你的直属主管真的是全公司最难沟通的人吗 如果主管真的可以理性的跟你进行双向沟通 而且当你遇到困难或是案子谈不下的时候 他能把成交的策略跟战术都讲清楚 提供给你精确的步骤来执行 最后也能帮助你顺利成交的话 你会更挺这个主管吗 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好吗 我们下次见喔 Bye Bye